我覺得這碟是今年幾個Cover來講都算了 挺好聽的 真的OK的 也很棒的 我剛剛也Loop了幾次 我自己在這個位置 不過Kal也Loop了其他歌 還有最棒的 明天是不是有新MV 看看 《你是如此難以忘記》 沒錯 在明天Line 張智隆發 《你是如此的難以忘記》 放心 那個版本不是燒的這個版本 剛剛那天也挺好笑 我們在年宵 我們要試麥克風 我們就播過 因為我們預計了張智隆不會來唱歌 本來的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效果都調整 即是有些Echo或Reverb MMO 然後預備了MMO 一起合來唱 話說我們就播過MMO 播了當然要有人唱來試麥克風 那我就真的唱 一唱完之後 我發覺很多人在看著我 但是一定要這樣的 因為我的帳戶正在唱 我就跟他說背著背著 假裝你坐手看著電話試唱 很多人在看著你 當然很多人在看著我 但是我反過來看見那些人 那些人的眼神是憤怒的 刁你 嚇咎我 但是明天就真的了 明天呢 9點鐘 9點至10點張智隆就會 9點至10點張智隆會到 去維園53、54號店 其中這件事就是做新碟的開賣 還有簽名的 另一件事剛才沒有說的 就是因為張智隆有出歌當然要拍MV 明天在我們的攤位中 將會看著張智隆的 《你是如此難以忘記》 MV的首次發佈會 最棒的是這個賣點 是嗎 有謝安琪的MV 是嗎 真的嗎 我不知道 有七位女神的那個 哦 是嗎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嗎 是嗎 傻 明天就在我們的 但有老婚 是啊 在我們的攤位中 最後是陳法拉 剛剛聽過之前 就是講到 JRAM其實都去過其他地方 知道其他地方的過年集足 他過年的年份 當然不是農曆 我前面有個朋友 就是北歐的人 北歐很美女的 我認識一個男人 都很英俊 他過年做一些特別的酒 做一些沙文魚整條 他們很喜歡招聚回來吃 不要說你騙夠我拿 幾次都是沙文魚的 不是 他平時不會拿 你為什麼這麼出名 有些很貴 他們整條買回來 我講的是很大條 煙沙文整條 我們經常看日本的 以前捉地的 拿一條魚回來 他們煮一些特別酒 就是過年才煮的 那些酒好味道嗎 我覺得不好味道 他們會不會有那些 譬如中國以前很流行的 那些什麼 你考狀元 養一盒酒叫狀元紅 那些什麼女兒紅 就剩下的 嫁女兒 生女兒 又養一盒酒叫女兒紅 新年會不會有什麼酒 不知道他們怎麼混合出來 聖誕有些酒 新年有些酒 不知道是什麼酒 他們混合出來 叫你喝 我不覺得好喝 有點醜 但其實是中國才有其他怪怪的 人家慶祝新年 只有一次而已 就是我們那個 十二月三日一日一月頭 一月一日 那一段就叫新年 我小時候是不會分的 你知道嗎 農曆舊 我記得那時候 我應該是最有印象的童年 那時候那個新年是怎樣 明明兩個月前才倒數完 然後又來一次 你見TVB的人也是這樣 紅童年 來 到數了 最後五四三 一九陽 有幾次的 告訴你 聖誕倒數一次 然後隨即再倒數一次 然後到農曆新年 再倒數一次 但你的感覺不會那麼強烈 因為你十二月生日 他又說新年到 然後你去到二月 這個二月的新年到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你新年兩次 對呀 吃飯一吃到很頭癢 你過了很多年 我整個都很難搞 其實你們新年 以前小時候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開心 我沒有特別開心 但我有特別不開心 因為我小時候很害怕武師 我一聽到鼓聲我就哭 我怕得到 你是年秀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以前我住的公屋 武師會上樓 我們這些就是武師上樓的那些混蛋 說真的 就是你混蛋 你皮膚兩皮膚 這麼多的 當然啦 那你還活動的 公屋的時候 我們一到新年的時候 但應該很多人都關門 不會讓你利是利固 當然啦 以前多年 你應該是採紅四方形的年代 我以前住牛頭角 我們有牛頭角舞 上川下川 然後又落雞鳥舞 一步的時候 有些人就給你錢 有些人就開門給你 叫你進去拜祖先 你進去拜祖 其實很運的 那些店舖的商場 現在就變成了商場 武師就秦了整個商場 那些商場就會開給你 就迎去他的福 以前也是屋寸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些人很喜歡 將風力射扔在他的口裡 我喜歡放進去 你吃東西 真是的 我知道 但之後會餵生菜 餵生菜 就不可以吵你 全家餵菜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首先 武師以前的獅子是比較兇 惡型惡相 現在的獅子是卡通的樣子 全都沒有卡通的 很可愛的 然後他放一些青菜在裡面 放青菜在裡面 然後你就找一個人 在前面捉著他 就遞高他的 那些人就在伸手上拿了青菜 然後拿那個東西 卡卡卡卡卡卡卡 然後撕掉了 然後就弄一遍 然後有些就給你一些金色的 那些金色的 那些賣掉的巧克力 金幣那些 對 整個屋都是這樣 好開心啊 怎麼會有銀 是這樣的 但是那些商場會有什麼 他咬水的山菜 那些人會搶的話 那些山菜是有好運的 但這件事我真的很認真 就是為什麼我這麼認真 農曆新年在家過呢 原因是因為就是這些東西 那些經常都是 你每逢九點多鐘 就是那些夜鬼 你覺得九點多鐘 後面就丟掉了 不要打不打大聲 行不行 他打到晚上十二點 一定會打大聲 不是你都睡著睡覺 不出來給錢 大佬 好啦 混蛋 還要有人睡覺 所以我小時候真的很認真 如果他播芬奇你會喜歡 如果他播芬奇 不知道 我也想沒有 現在不給 現在的閘不給大廈 即公屋都不給 現在的安間不會讓你進去 現在是相場而已 害怕 但如果說起舞獅 你有沒有真的撞過混吉 我真的沒試過 有些人是說什麼 即是黑社會 即是捧換骨 對 捧換骨 然後說給大家帶你 然後就下空利是 你有沒有看過 或者真的遇過這些混吉 當然有 你就是混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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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撈哪一塊 你真的撈光了 不是 混吉 通常拿盤吉給你那些 都是老童 什麼叫老童 老童就是吃白粉 因為通常拿盤吉 很大機會被人抓 對 為什麼 喂 現在是勒索 你武師不認同 你武師 只要去猜館登記了 你一個社團 你去武師 你登記了就可以了 你拿盤吉去 放下 叫他 喂 新年快樂 他要給你一封禮事 那些是勒索來的 我多怕你說拿盤吉去漁龍署登記 我真的沒見過這些 貼財神以前有沒有試過嗎 貼財神呢 貼財神有 有 我也試過 可以拿盤吉去漁龍署 你說如果新年最開心的是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回鄉下的新年 我經常回清遠 然後很難開心的 畫地炮 扔沙泡 是不是扔去拍那些 我也有玩 我很難記得有一次 我好玩過瘋 就是因為好玩過瘋 我表哥那次 我差點炸瘋 我表哥差點炸瘋 他那時候 他想要拿一袋兩盒 一副袋 我也是 然後一副袋兩袋 我也是 然後車子走過 車子走過 那些行李箱很髒的 那你走過當然是避 一避就撞到你牆上 一副就撞到你牆上 一副就撞到你牆上 等一下 你說的炮有兩種炮 一種就像科豆一樣白色的 那些是沙泡 那些叫沙泡 那些叫沙泡 有一隻大粒叫金錢炮 應該不是 很像一粒 那些叫喉堂 那些什麼 屎立燒喉堂 那一粒非常好多 那話說 那幸好是沙泡 你說玩炮長 以前是不給賣的 我們年輕人是好白焰的 你知道你沒吃完絲 就好多錢 找到你魚門 那些人就會買的 那我們一買就買很多 那買回來 那是軍火箱 我們就不是用來燒的 我們就去牛頭角上面的水塘山 水塘山上面 我們約了十多天 二十人就拿著一些 川雲箭炮獎 川雲箭很棒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對戰 那拿著粥呢 那是BATTLES 拿著粥啊 那些粥呢 就穿了人們 穿了人們 那後來就跑了 那後來就轉地籠 那是跑了 那是那些 然後就轉地籠 那是那些 玩到最瘋狂呢 最瘋狂是怎樣呢 玩到大家 整個小英雄 丟到頭上 然後玩到沒什麼 以前就乘搭雙殘巴士 沒有冷氣 就是雙殘巴士丟下去 很瘋狂的 有一次玩到很瘋狂大 就是無端端在尖嘴 合了川雲箭 那些轉地籠在地上 無端端裝不瘋狂之隔 嘩什麼事 熟狂了 然後警察就追究我們 有一次 有一次 怎麼瘋狂的 走狂了 那以前的年輕人 就很喜歡玩這些 炮獎 川雲箭 那些事情 你們有沒有 我小時候是特意回鄉下玩的 因為我鄉下就是在淡水 我每年其實很討厭回鄉下 因為回鄉下要搭很久的車 我小時候已經覺得會被人覺神 所以我很害怕 唯一開心就是新年回去 因為新年在大陸可以玩炎炮獎 然後我那時候 很久了 現在再鄉辟一點就可以了 我不會理你了 我表哥的表姐 每一次知道我和我妹妹回鄉下 她會買 真的買 說的是一個地圖 一堆 是一個地圖 是一個地圖 不是一袋 我經常都想 如果那些地圖 突然間有一個人爆 怎麼辦 你點我下去 整間屋都瘋了 行不行 現在要去日本才玩 然後我記得 我有一次我真的被我表哥瘋了 因為那裡是很多田 晚上我表哥插到村雲箭在地上 後來她點 她叫我過去看 她說你怎麼還過去看 她說沒事的 很漂亮的 你過去吧 他插到什麼地方 我走到過去 我才知道 很糟糕 走都走不走 幸好她是什麼 牛屎 我也有一次 很幸好牛屎是乾了 不是我糟糕 你一炸村雲箭的時候 我都試過一次 牛屎中間插村雲箭 一射它就 因為它就飛 你實在是炸彈的那些屋子 都戴在臉上 我都沒試過有人中 我自己也沒試過 但是如果新年玩這些 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搞到我以後都不敢按摩 我記得是什麼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我表哥 玩的那些真的BB彈槍 那時候 那些清遠的地方 你很懶惰 很懶惰空曠 你沒有地方躲 我表哥和我的表姐 兩個人在這場 射狗 都在對詞 然後我勾勾 那些T叔 很懶惰 以前新年 那些是2月底 2月中 很懶惰的那些 很懶惰的那些 一射射進去 什麼意思 鋼彈還是膠彈 普通膠彈來的 但是進去 我不知打多少力 大陸槍無力無情 進去 我表姐撒到狗出 那些人 到現在還在這 你怎麼看到表姐的那個位置 不是的 他有講戲 真的奇怪 有提起 沒有人看過表姐 現在提起 我就在這裡 沒有人看過 但是那個位置 真的這樣打下去 進去嗎 總之現在還有一個人 還能撐出來 還能撐出來 總之是傷到現在還能撐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BB彈槍玩得這麼恐怖 我就不太嚴重 那些一百招二 其實玩到最後那些煙花 有一隻叫史太龍燒 你不知道過沒有 Made in USA Made in USA 口徑是這麼大的 有什麼用 炸彈 你會不會像圍魚一樣 你放幾顆出來 你放幾顆 你放幾顆 你放到樓下看 你看到煙花好像是圍魚 噗 射得很漂亮 有玩過以前有一隻煙花 以前很流行 買一隻煙花 一隻煙花 五元餅 很長的 一桶 然後在煙花燒 自發 有玩過嗎 我玩過 沒有印象 那些叫龍兔豬 對 龍兔豬 最厲害龍兔豬 就是燒不到 再看一看 沒有玩 很害怕 這個就是我表哥 我表哥真的玩龍兔豬 就是不爆 撿去看 又是很幸運 這個混蛋 他走到差不多到的時候 不斷招 那次 龍兔豬 是龍兔豬 用手拿著 有九顆 二十顆 三十顆 他就這樣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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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是放在地上的 一個 紫皮箱 那些是會噴上天的 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超雲墊 不是超雲墊 我試過 紫皮箱裡有一堆超雲墊 不是 你看到是一個個洞 那些箱裡 全部都是一個個洞 我試過把超雲墊的線 駁在一起 然後燒完 超雲墊 超雲墊 玩得多都覺得很笨 因為你也是 招拔 你們有沒有試過 真的去點炮獎 那些是幾寸 紅色的 紅色的五六寸 你有沒有點過一次 阿J有沒有點過 那些是以前新年掛在門口那些 叫做鞭炮 鞭炮 鞭炮 通常都是那些大陸仔 他們比較有名望的人 就是一開始掛著鞭炮 生仔又點 什麼新年又點 拜神又點 結婚又點 什麼的那些鞭炮 拜山又點一堆炮 我到現在還沒敢點 沒有 我真的不敢點 我以前 我鄉一定會點 因為我們清遠 清遠來說算是大戶 我不能知道是清遠大戶 每一年一定會有很多寸 可能是六、七寸 總之你想點就去點 那些 我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敢去點 因為藥忍太短 很短 有些長一點 可能是四秒 但我經常都怕我走到那個距離 你明白嗎 有一個香的 有一個香 有一個火雞嗎 那些香不是這麼小的 這麼大的 很遠的 你要怕什麼 我真的很怕 我記得有一年是這樣的 那時候是山墳的 如果香的地方拜山 通常是要攀山攝水 然後你會拿著一吋炮樽上去 去到那個位置 你掛著兩吋在墓前面 然後就叫你點 為什麼在墓前要放鞭炮呢 不知道 過年是這樣的 驅邪嘛 叫醒個先 我不驅邪嘛 我知道這個是習俗來的 但我又跟他做 然後他放兩吋鞭炮 然後左右分別有一個人在點燃 有一次我的表叔叫我點燃 我拿著一支香 我對著進去 我扭底 因為你會看到 我逃走路線只有一條而已 那條路線都失了 滿了人 我應該要跳傘 我又怕 我又不敢 所以距離約摩在哪裡 約摩可能是我這裡 去到Eric那裡 其實我可以逃到這個距離 你當作一個 六米左右 六米左右 但我真的怕那一處太誇張了 還有那個聲效實在太恐怖了 我真的不敢怎樣 所以從此我沒有試過點燃一次 所以我真的很有興趣去點燃一次 我真的有 現在最近要說可以放煙花 即是合法地放煙花 應該都要去到澳門 澳門 因為我那些爺爺 婆婆 媽媽 都過了身後 我就不會再回鄉下 如果我最近要放煙花 都是去澳門 遠一點就是 我應該去清遠 我對上去日本震溫泉 就可以買煙花 因為他在S7有煙花 全部都是一支支的 但規例一定要跟那個人說 一定要拿一盆水 如果你不拿一盆水 他不會讓你放煙花 就是在後山上放煙花 然後放回到水 其實說起放煙花 如果跟女兒一起放煙花 其實真的挺好玩 挺浪漫的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即是女兒又會很緊張 很害怕 我上次去日本燒煙花 我上次去日本燒煙花 有些煙花 這樣說 有什麼好看 現在有些很流 而且你不知道 幾日燒完 燒到一半 然後他就說 還沒燒完 還可以玩很久 不是完的嗎 現在有些煙花 台灣或者日本的 很浪漫的 一些很短的 蠟燭 就是在音樂的 其實你感覺到 你在香港 點的三十蠟燭 其實有那些 對 差不多幾 但以前那些不停 那些才好玩 不如訪問一下那個女嘉賓 那你覺得 如果跟男生一起放煙花 飛到整天都是煙花 那個時刻 有沒有浪漫的感覺 有嗎 Jody 沒有 但如果阿卡爾飛上去爆開 還好 還好 還過癮 你真的沒有任何感覺 Jody 沒有 上次去日本也看了煙花 也沒有什麼感覺 看煙花 跟男朋友放給你看 你怎麼會同 首先要這樣問 沒有 你有沒有放過煙花 沒有 你放煙花跟看煙花 放是兩個感覺 都是不同的 因為你真的拿著一支香 就算什麼千雲戰那些 龍吐珠那些 其實你都是拿一支香 最重要是一支香 那些煙花都放在這裡 沒有香 沒有用 你拿打火機 你真的會害怕 我想說 我又來了 如果去台灣 台灣 去北投 好像是二三月 是有煙花看 還有煙花放 是呀 我知道 剛才台灣是有些要玩的 澳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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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上幫到 你頭頂是圍多利亞港的那一支 這麼厲害嗎 我試過一次 有沒有這麼誇張 有 等一下 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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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檢查了 剛剛我檢查了 三天兩夜 一千三百元而已 不是呀 機票當然是便宜 是燒煙花燒幾千元 哪一條女兒叫你 我又很開心 你又未來偷 還以為要燒 很糟糕 你又不是這麼帥 我外面有艘船 要等船我的 我燒煙花給你 燒煙了三個水 你沒什麼維園的感覺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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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燒三個水沒什麼感覺 但後面有彈夜二千多 你放不放 很難為遠 最慘不是你不放 最慘是你旁邊的那一群放了 你放不放 寶寶啊 旁邊的煙花放這麼大 不夠高 我看到那些燒煙子 我告訴你 煙花這件事 你聽人家放是不要玩的 你永遠見到 很多時候 我小時候這樣 我小時候是害怕 你走過去 你又怕又點 但是看到人放完之後 算了 就走過去點 點完之後 你就停不了手 真的很開心 放煙花 跟炸彈案一樣 你試試看 放炸彈才是過癮的 我覺得放煙花 應該很多人都試過 因為現在禁錄了 但我們那個年代 以前小時候還是一樣 所以我是替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還有什麼玩過 我們說完放煙花 還有什麼新年玩過 覺得很好玩 炸彈 新年 新年最賭 最賭 魚蝦蟹 我年三十萬賭 我不賭錢 所以我投入不了 魚蝦蟹 但我聽聞每年燒生家都開個賭局 是呀 是呀 其實剛剛那個年 不知道有沒有 剛剛那個年好像有 我們每逢新年的時候 就會集體上蕭山家發言 這樣當作是一個公司的聚集 因為蕭山家大 首先會在蕭山家的會所燒飯吃 燒飯吃 然後上去蕭山家 因為太大了 一邊就打牌 一邊就唱K 然後我告訴大家 蕭太太唱歌 這首歌是很像梅艷芳 真的嗎 真的很厲害 感情 蕭太太是很唱的 是嗎 那你呢 你就唱 他唱 他像E-Lam 他像E-Lam 新年最賭 我經常聽別人說 我都會參與這個活動 新年你賭不到的錢 感覺上不是新年 你那一刻要過一過手癢 因為手癢 收那麼多利息 因為很多人覺得 新年是看誰有發財 所以通常都會賭得到 一定會 如果我那年中了 我應該馬上去大海 那時候 所以我都一定會賭得到 通常都不會玩太厲害 現在就賭地主 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最喜歡的是射龍門 射龍門 真的很喜歡射龍門 我真的很喜歡射龍門 我真的很喜歡射龍門 每年都射龍門 你選給他聽聽 射龍門 他不知道 射龍門 他先選一張牌出來 剛才有一個人要做裝 做裝選一張牌 他會揭兩張牌出來 一頭一尾 譬如我揭了一隻煙一隻King 這個叫那條柱 那條龍門柱 那你就放在錢 然後射多少錢 如果是在柱裡面 就入球 即是三和五的 你是四的話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是一或者二的 或者是職履King 那些就叫射出界 或者是撞柱 但如果是撞柱 就要付雙倍錢 很開心 那時候經常都 即是撞柱 有一年有個朋友 在HIGH HART爆發 就是撞柱 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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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的 有一年是去過人玩通宵 玩蛇龍門 其中一個女朋友 原來很大小 原來這麼難倒 平時都不覺得難倒 去到那個時刻 可能輸了400 然後就說 不如不要再倒 不要 唱到500左右 自那個時刻才知道 她女朋友這麼難倒 最後輸了 好棒 我真的很喜歡蛇龍門 神經病 你說新年最早 好像很好玩 好開心 你一揭那個時刻 來了來了來了 哎呀中指 最棒的步驟就是 先打麻將 然後大家開始想 想回本 想回本 就拿個盒子來 蛇龍門 還有什麼玩的 除了賭錢 煙花 還有什麼特別的 你們玩過的東西 我會陪我媽媽做那些 賀年野食 我媽媽年來也做過柚角 什麼連環 我忘記是否叫連環 我忘記是否叫連環 那些圈圈的 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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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塊東西 搓麵粉搓到黏了一塊 接著抱著一塊 阿婆在那邊吹 吹到很大的波 然後扔到很大 爐爐炸 那些潮州東西來的 蛋混和麵粉 那些阿婆在那裡狂吹 狂吹 狂吹 所以我媽媽看到不好吃 是用口吹的 和白零鳳炸是同一個道理 用口吹 你這樣炸發什麼都死了 是課體的 是課體 真的課好看 我最記得是沙角 或者什麼角 就是角仔 有些糖 有些椰絲 因為我媽媽每年都會 混完之後 拿著那一盤的拍子 我對著那電視 開電視的卡通片 就會對著他拍子 就是整個餡 就是吃個餡 吃個餡 然後我媽媽經常吵我 很久不記得 我媽媽很久喜歡 就是什麼呢 剛才有一塊麵粉 然後有一塊木 那條條 那塊硬的麵粉 它硬扁了之後 會拿一個罐豆出來 那罐豆就是平日吃剩的 那些 然後就全部倒掉 然後拿一個圈圈 就合好一個餅 然後拿出來 好噁心 好噁心 不是的 但好不好吃 我媽媽煮的 好噁心 我媽媽煮蘿蔔糕 我媽媽就出了名 自己做蘿蔔糕 好噁心 那樣就連圓都做 今年 今年就開始懶 我媽媽也很厲害 我媽媽今年已經在做 因為我昨天已經看到 我媽媽在開桌子 不是開桌子 是真的做食物的桌子 因為已經看到有那些油割 麻煩拿回你的行李箱 是嗎 其實真的很慘 你說吃東西 我媽媽不懂做蘿蔔 什麼都不做 就是懂煮齋 如果年初一吃到年初十 都是吃過蘿蔔糕 很可憐 新年吃蘿蔔糕 沒有肉吃的 然後你會開始說 為什麼你可以煮這麼多蘿蔔糕 這樣說 不知道 你吃到年初十 都是吃過蘿蔔糕 我知道十五年吃蘿蔔糕 是不是蘿蔔糕 那些苦於腐皮 豆腹 野菜 粉絲 吃到初十 燒肉 每一天的晚飯都吃蘿蔔 不是每一天的晚飯 都是吃蘿蔔的 每一天吃的所有東西都是蘿蔔 吃不會完的 一樣有蘿蔔糕 那些不會停的 還有燒肉 我講了一年有怨言 他把燒肉 通常是切開就是這樣吃 他玩東西 他把蘿蔔混在一起煮 有檔心 這次不同的燒肉 對 一定是很多天吃的 但我小時候已經很想仇富 在新年的時候 經常聽同學 新年去哪裡 去旅行 對 你知道你為甚麼嗎 你為甚麼是有錢人 為甚麼 我真的不明白 避煉 我不知道那些有錢人怎麼想 這叫避煉 因為不用派禮蛇 所以就會把那筆錢去旅行 看完略了 有錢通常是沽寒 有錢人都是嗨人 沽寒 所以你們之後就會避煉了嗎 你們兩個 一個有錢人 一個有錢人 其中一個有錢人 你們初一通常會吃甚麼 這麼賤 初一有特別的食物 初一好像沒特別的食物 吃蘿蔔糕 初一通常沒有人怎麼煮 好像粥 通常現在很興味 又說雙雞又說三雞又說被人屈 吃蘿蔔就開始 通常我家人會怎樣呢 他們會很喜歡買到匯 例如在sbaghetti house 這些 不是 新年吃蘿蔔 新年來的 因為人想住 都說他父母是Banker 你在外國 你明白嗎 我經常都說那些人是昂貴 哪一刻給我炒飯 我經常說年初就是吃蘿蔔的療程 去KFC吃的 吃甚麼好 吃炒飯 昂貴 新年去sbaghetti house 初一有些人是會吃盆菜的 初一 這盆菜是好吃的 對 我們還沒看過 之前我跟大院那年拍過盆菜 那盆菜就叫做揮記盆菜 揮記 如果大家有興趣吃盆菜 可以上網搜尋大院有樂細雪盆菜 那裡其實有條片 那條片裡面就說了揮記這間盆菜 我真的試過 然後是真的好吃的 那些豬肉是軟軟的爆炸的 最重要是你本身不喜歡吃盆菜 對 我真的不喜歡盆菜 真的嗎 我真的不喜歡吃 因為我經常覺得盆菜其實是把六碟菜倒在一起 隔夜飯那些 我經常覺得是 但是這個 將六碟菜有次序地排出來 不是的 有些混合一陣味的 這盆菜 但是這個我吃完之後 我是真心喜歡吃的 我有想過 裡面有些甚麼菜 最貴的就是蝦和雞和魚蛋 那吸引你甚麼 好吃的 真的好吃 我覺得這真的是傳統味 原來有鮑魚的不正宗 有盆菜未必一定有鮑魚才好吃 盆菜其實是沒有鮑魚的 我跟妳說 盆菜是拿一些圍村裡面 他們最富貴的東西出來吃 是不包海產的 你問Jody最便宜的是什麼盆菜 就是鮑魚 不是的 是花膠 在底下 是熬暈曬的 鋪著三文魚 像馬鈞 其實香港也沒什麼新年起發 沒有的 真的沒有 又不讓燒炮掌 武士又不讓在街上走 我記得以前也有的 什麼花燈呢 我記得以前那時候 你說在花燈小時候 那些花燈真的很漂亮 因為它真的是人手造 在沙田也看 轉來轉去 裡面的東西又變成龍 又不知道變成鳳 現在那些全部爛廠造 不是小時候看出來的那種花燈的效果 我印象中最上次已經是 說維園的大肚子那次 維園 九龍公園 九龍公園 九龍公園有大肚子 有一個時期 但我已經不記得是何時 你再看沙田有沒有去 沙田有些菜燈會 沒有沒有 那裡整個公園都變成現在 那些不讓你跟女兒去不去 會去的 我又想多一約你 喂阿卡爾 你去不去花燈會 花燈會 是嗎 是不是 你帶一條女兒 有幾個女兒一起去 好啊好啊 沒有女兒是不去的 那些地方 現在我們新年真的沒什麼特別 躲在家打麻雀 真的打麻雀過兩天 今年好一點 現在聽恐怖再次 這個新年真的 不是啊 這個新年我真的 哪裏都不去的 我也不去 真的被人折磨到死了 真的死了 所以今天都死了 所以今天都要下班了 夠了嗎 夠了 我明晚叫你聽恐怖 極度心寒 極度心寒 你自己也不知道 10點 10點鐘聽恐怖心寒 極度心寒 極度心寒 就是講魔境的下集 對 就是講徐步高魔境的下集 好 好 但是那個節目人不會說髒話的 因為 他變了另一個人 形容一點 變了一個偵探 偵探通常都不說髒話的 你有沒有見過 你叫我福建坡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你有沒有見過今年一說髒話 你有沒有見過今年一說髒話 你有沒有見過 他不會說髒話 叫所有人出廳等我 哪一個還沒到 你沒有理由這樣說 他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拿著把槍出來 然後對著那個賊 那個賊想走的時候 突然間 你沒有理由這樣說 你沒有理由這樣說 大佬 膽默塞了人事件 死狀很恐怖 你這麼簡單 我已經知道怎麼會破解 你這麼簡單 不用要我爺爺知名 我以我自己解釋 就算了 其實直播到何時才能播回 即是何時才會重新再開始 新年之後 10日之後 應該10日之後 應該10日之後 所以應該停一個星期 所以大家如果那個星期 就重溫一下 其實你住了很久 其實很多集 你上網自己聽一下 很多沒有人聽 我發現之前的 你明白嗎 不是啊 我喜歡聽你們的 謝謝你 謝謝你 OK的 我們很喜歡收禮事 大佬 我們都是 你淺漢 你淺漢 我們都是淺漢 淺漢 還有我們會對數的 我們會集體開禮事 在那一面前 我們在今年最低流行榜 或者最高流行榜 如果有高層 或者有任何人士 聽到這個節目 想分化我們四個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知道封禮事分給我們 是不能跟人馬 可以了 不要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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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抽到便宜 我覺得自己很高 但你明明是親手給的 但有分別的話 我們是會分化的 我想到了 我回答了 我回答了一張初三的 吵你媽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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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話 還想到吵你媽的衣服 大茶飯 我買了一人一張 一張一百元媽的衣服 以為你平時要買一張一百元 三天 是不是可以 自然可以嗎 還要叫大佬 還要他們上班 馬上走 不是 我說得明白 假如我是中立彩的話 我一定要上班 但我會不會做事 我會做事 我會做事 照做事 做吧 我一定會被你 你炒我 不是照做什麼 遲些給你 他走過來吹 我一定會做 這個你不用 但我絕對不會不上班 這個是因為我 打風流攻是人生其中一個目標 沒錯 不用再負這些責任 所以我都希望做 因為大家新年化 新年才 但未到的 因為還有星期三 星期五就應該沒有了 星期三應該是我們 今年農曆年的最後一集 農曆最後一集 我會在新年做兩集 放上youtube說過年 你自己做嗎 對 放上youtube 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怕大家會悶 星期四 我們都有 星期三有第四都有 好 先說一下 明天星期二 Sero就會去打遊戲 會不會打高達 明天不知道 拿不拿高達回來 因為明天我要去拿 可能會打高達 或者再不說 看看我怎樣在LOL裡面 在LOL裡面 升rank 我要打入銀牌 難一點 不要改掉 星期三繼續有恐怖在銷 還有娛樂後援會 娛樂 那個嘉賓是阿Kao 不是這個阿Kao 是龍魔阿Kao 六魔的 六魔 同時間 在星期三 Edmond就會去我們 5354的 10點鐘 有一個現場直播 聯播 迷米香港和恐怖在銷 究竟有什麼嘉賓有什麼玩 我暫時都不知道 因為他病人還沒問到他 當然星期四連三十晚 繼續有一個恐怖在銷 對 不過說一個名字 叫笑著在銷 對 那裡面說什麼 嘩好爆好爆 因為那天 我們會Cross Over Edmond 不是 我們Cross Over 你說的是 他跟我們Cross Over 不是他跟我們 我們Cross Over 我們穿著衣服 不是我們 我們叫Edmond給我們做 不如Edmond 我們星期五沒得做 可不可以讓他做一萬 那麽大把 年三十晚 一個Special 燒著在線 今天長達兩個小時 嘩 裡面Edmond 正啊 Edmond很多話說 我們嘗試在直播裡面 What Edmond錢 最後1 1到呢 看過才知道 所以 星期三 再祝賀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打電話上來祝賀 我們都可以 我們是無人歡迎的 或者你怕我們放 我們呢 我們是否初四就上班了 是啊 所以即場上來拜年都可以 記得帶禮事 記得帶禮事 其實我們很多禮物還未派 可以先送給你 我肯定是 OK 你不拜禮事我登記你的名字 然後我們又在初五 不是初十嗎 還是初九 之後我們 對啊 對於放完假 第一天我們做 集體檢舉 不然做Special 集體測禮事 是啊 我們會記下名字 沒有人會上來 我一會兒一定會送馬錶 我告訴你 喂 你講到馬錶錶 我又不去 馬錶 很開心的 無端地收了禮事 哇 還要安慰獎回到中間 不知道中什麼 所以 我們不想收 軍票 很邪 不是 如果馬錶我可以 我真的想要馬錶 這件事好玩 禮事多多一封馬錶 很開心 OK 星期三的時間 祝賀大家 四星期四八點至九點 維園有 不潛催 那我們就演唱直播 到時候我們再和大家祝賀 祝賀大家 祝賀大家 所以今天就這麼多 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 Peace